跟鼻子之间会产生红豆 有些小女生吃冰的人 她一定会长在这里 她也许会长在这里 这里就是她的子宫比较寒 那这个女生不容易怀孕 纵使怀孕的她的子宫肌瘤 或者是乳房的病变 一定会及早产生 那这些都是寒症 所以我在网路上有看到 吃冰有给你十大保证 给你骨骼疏松 得到什么慢性病等十大保证 她说你要不要自己选择 要不要得到这个保证 如果需要你就多吃冰 没关系 那韩正 其实 我们以前有讲过 西方人生完小孩 他就怎么样 可以洗门水澡 对不对 东方人生完小孩 可不可以洗冰水澡 为什么炒太多 东西方有差别吗 是东方人的饮食 比较偏向于蔬菜类 所以它比较寒 那东方人的主食是肉类 所以它比较燥热 所以他们生完小孩属于下穴 下穴再洗个冰水澡好舒服 东方人只要生完小孩 再洗个冰水澡 你就知道死了 对不对 你的将来 随着你的年龄 你的病状就特别多 有没有 所以东方人一定要做叶子 而且要吃麻油类之类的东西 寒虚就补之嘛 我们的补齐不足嘛 那补好了 这个孕妇 这个生小孩的女人 就会很健康 是不是这样 那如果补了不好 他就这一辈子就很糟糕 那你要想要再健康 你再多生一个 再来补一次 是不是这样 好 那 这个就是寒症 所以我们现在人 尤其在冷气房里面 你少流汗 有没有 以前我们的病变 大概会在60岁以后发生 现在大概35岁就会发生 因为我们都是做冷气房里面 它会冷气保证你 提早25年得到那个病 所以你再多吹一点没关系 好 那自由基 这个就是 来电磁波 或是油炸的食物等等 或是熬夜晚睡工作 情绪压力疲劳累积过劳等等 就产生自由基 自由基其实是带症电位的 它会去抢死你的细胞的电位 所以你就会得到癌症的原因 所以自由基怎么办 你就是电脑操档 电视操档 插座要记得拔起来 好 那这些尽量减少 还有你可以喝一点好水 让它稀释 好水里面它有带复电 它跟自由基去结合 就解决了问题 这样了解吗 好 那 婴儿会有问题 是因为它血液有问题 体作多病 所以来自妈妈的身体 也是体作多病 就传结它了 好 所以像异味性 皮膚炎过敏等等 这个都是你的 自体原因 一太差的原因 好 总归以上的原因 上一个 生活习性 血液的问题 生活习性造成血液的问题 生活习性有的丈夫 你丈夫病的病变的问题 所以这些血液问题 或者是丈夫病 丈夫跟血液是互为关系 互为因果 所以重点你要把生活习性 咀嚼了 很多事情就咀嚼掉 好 很多事情就咀嚼掉 好 所以我们讲 血液问题出了后 出了问题以后呢 叫做毒毒乱 自欲失效或功能 急不上市 这个部分 在我们现代人 特别严重 特别严重 那 我们这个人体 有一个叫自欲力 自欲力 我们讲简单一点 就是你身体的医生 可以讲说你身体里面的上帝 上帝是万能的 对不对 他应该会把我们的病治好 他自动会调整 因为你身体是一个阴阳平衡体 结果我们现在这个上帝 在上帝 在睡觉 为什么 我们习惯问题 生活习惯错了 造成这个上帝 他不动了 他懒了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叫醒 对不对 那叫醒的方法 从哪里开始叫 从肠道清了 他的免疫系统会启动 免疫系统包括了淋巴系统 内昏迷系统 还有胶感 副胶感神经系统 全部都在免疫系统里面 这个免疫 他只要把自欲力体启动了 这个免疫系统启动了 基本上来讲 这三个最重要的地方 他会被启动 在中医里面就是三胶系统 你把它启动 那启动了以后呢 他很多就 自动会好 那如果你不启动了 那他就是继续睡觉 所以你病痛还是病痛 尤其你喜欢吃西药的话 那就是一直往 塞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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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塞到最后 那就不叫了 那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身体内驻扎一个神医 你的身体是全世界最好的医院 你的身体有全世界最好的药局 那你没有去用它 那对不对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你不管你修行也好 最后 他说叫你金气神药 医以贯之 这个就是金丹 金丹妙药就是金气神医以贯之 有没有人去惯他 金是金气是气血 对不对 那哪里有丹 那丹在哪里 就是结成一条丹 不是啦 那看不见 那即使你精神会意义 非常棒的 好 所以呢 不是医生药物可以治好疾病 医生药物只是你帮助 你把自然疗能把它提升而已 所以我刚才讲 Doctor is a teacher 医生他就是要教导我们 引导我们 如何把我们体内那个医生叫醒 这个就是我们自义力的提升 这样了解吗 好 那什么是自义力 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然疗能 好 那我们分成这三大类 就是脑中枢的智力神经 交感不交感 那有的人晚上睡不着觉 白天 应该是交感神经旺盛 大于腹交感神经 所以白天不能睡觉 如果你白天想睡觉 代表你的白天的腹交感神经在座用 晚上应该是腹交感神经要休息的 结果你睡不着觉 是你的交感神经在座用 那很轻一点一点都变 所以人只要 即一个礼拜睡不好觉 人就会开始憔悴 开始老婆 是不是这样 所以老人家如果睡不着觉 很快的 要准备了 所以 这个就是 告诉我们 你如果 这个交感神经 护交感神经 如果混乱掉了 你就是代表你的自然疗能 睡觉了 不能动 那你可以透过运动之类 来 让它 启动起来 还有内分泌系统 内分泌系统 因为人 从头到脚 它有很多的分泌系统 那就叫做 煤 我们人讲说 你的人 出生 煮定吃好 吃多多 吃多多 其实它讲的是你的煤 你的煤 如果你吃了很多 它就拿来用消化 所以你的代谢就慢 你就会开始胖 对不对 所以你要 让它多代谢 不要多消化 所以你少吃不吃 你是不是会自动的煤就拿来代谢 加上你有运动 它就很快把你排掉 这是内分泌系统 还有内分泌系统 以后免疫系统 你很多有抵抗能力的那些部分 这三个系统 这种种的协调叫做自医力 这样了解 好 所以自医力不一定等于免疫力 自医力 为什么会没有效果 你说 像我们人一个直接的反应 提到酸酶 你就自然会 生口水 自动会反应 所以我们人有一个自动系统 对不对 那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都是造成这些自医力 的问题 因为这太多历史我就不听了 好 自医力不良的后果呢 就是 怎么样 Cancel Cancel Cancel是来自希腊语 那 我常常喜欢讲说 最向第一的意念是哪一首 基隆长庚医院 还讲基隆 然后讲出来 因为他院区很小 对不对 所以他电梯又少 所以排队人很多 都是拐拐杖的 推轮椅的 在那排队也很进去 所以看 哦 如果你要去那边开刀 你看到 将来我就跟他一样 做个轮椅 插个不业管 掉个点滴 一个傻傻的 要人家推 你就看到 如果你去医院 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要去吗 以前 桃园有一个姓曾的 他一个少将 少将 少将的宗将 他本来去荣总开刀 因为他太太是荣总的护士长 他去荣总以后 就看到刚才讲的那个生情 飞着轮椅 插着鼻胃管 掉着脸低 他一个人傻傻的 一点两眼如神 他一看 我开刀完了 就跟他一样 他说我不开了 他就落跑了 他不开了 他后来就参加我们的活动 参加过六次 他现在非常好 不用开刀 所以他太太 他是副市长 他也开始相信 所谓的自然良美的问题 所以 这是人间的地域 那我们人 这些cancer 也是气质性的病变 也是身体的病变 他是可逆还是不可逆 生病 癌症可逆还是不可逆 可逆 因为我最近又看到一本书 叫做大成功的隔身疗法 这本书你可以拿来看 大成功的隔身疗法 隔身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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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1928年 就已经发现 癌症是可以被治疗 那这本书里面所讲的 我大概意思告诉你 他是说1928年29年 他就发现这个癌症可以治疗 他在美国 他是犹太人 德国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逃到美国 他在美国 他说他比较出名的就是 非洲之父死怀者 的糖尿病是他治好的 死怀者太太的皮肤病 医生都处理不来了 他把他治好 他在美国 他说你既然你可以治好癌症 我找了许多人来给你试看看 做个实验 人家找了450个癌症病患 给他治 他治好了446位 只有4个没有成功 哇 那你知道他的比例之高啊 吓死人了 所以当时一个美国ABC的资深记者 在ABC服务了30年的资深记者 他就邀请他到美国国会来作证 所以葛森马克斯他的前名叫马克斯葛森 他就带了5个被他治好的权益的病患 还有50份的那个病例表 到美国国会去作证 发现很棒 大家都鼓掌欢迎 结果过一个礼拜以后 那个ABC记者被fired掉被杀走了 葛森隔一连被毒死了 因为他协议里面有披霜 想连79岁 所以在这里面 当然他有所谓的庞大利益团体的问题 其实在19那个时候 他已经发现 他已经实验了很多人 所以呢 Cancer 癌症根本就是慢性病 不要紧张 是我们的生活习惯造成的 所以你会造成了很多种现象 你要慢慢去调整他 也许你的生活做事不对 变成像这位 那就是你的脊椎会弯了 会有病变了 你搞不好要慢慢去调整 但是大方向来讲就是这个看法 所以不管是中医西医 其实你要从这个生活习惯来改善他 就有机会 那最后呢 我们如何 我们如何